环保意识逐年提升 不少活动纷纷加入减速的行列 今年嘉义女儿节第五次与好和气合作 规定全园区禁止使用一次性容器 鼓励民众自备环保餐具 或以租借容器的方式替代 用实际行动落实垃圾减量 以市集来讲一定也会有大家 喝饮料或是吃美食的部分 所以在我们策划一些大型的文化艺术市集的时候 就想到要跟他们做一个合作 那这个合作起初我们很多民众还不是那么习惯 但是后来大家也都慢慢地去接受 这样的一个对环境共好的一个概念 好和气推动实气循环 以可回收载质而且容易清洗的PP材质 制造循环实气 清洗流程则遵循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 餐具清洗良好作业指引 并设计A点界B点环的租借方式 使用完毕后不需清洗就可以直接拿去回收占规环 希望在外带时提供民众不一样的选择 为什么要循环就是因为现在的一次性的垃圾太多 那它为什么会有一次性垃圾主要就是因为大家是为了便利 我们就把资源拿来做成东西然后就把它丢掉 所以依我们团队的角度就是我们想到的方法是我们用清洗作为循环的方式 然后让它可以就是重复的被使用不会那么快就丢掉 如果想将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使用变成全民共识 除了环保概念的推广以及政府的政策推行以外 更重要的是每一位消费者和业者的认同与配合 跟很多事情比起来是蛮不方便的 但是主要是他们已经举办了蛮多年了 所以他们的客人基本上都有这个环保的意思 讲坦白话当然还是多少会觉得有点不方便 但是其实这种事情习惯就好了 那客人也是养成习惯啊 就跟现在可能出去没有吸管一样 愿意来这边的摊位都是响应这个理念 然后像有些消费者可能跟我像我这样平常没那么重视 那就一起参与之后像我这次体验 我觉得体验感觉是蛮好的 有这个摊位会让我觉得我在使用就是 使用餐具这件事情好像对环境比较没有那么 那么大的负担 无痕饮食行动越来越受到重视 但如果想达成全面限制一次性容器的使用 人需要更周全的规划才能真正落实在日常消费中 中正一报林永珍李品轩嘉义泰宝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